这首应该是杰斯或刀妹吧 这边看一下杰斯或刀妹版本 杰斯 卫物得考虑一下 这卡尔玛是有可能要摆给对面的 卡尔玛包括刚才宇童一直提到的EZ这个点 其实WFO也可以一抢EZ WFOEZ也很厉害 那就怕他下路拿EZ 对面拿女精什么之类的 然后压自己的线 那WFO就难受了 而且阿修罗本身他打卡莎也是很有名的 刀妹 那LNG估计是搬塞拉斯 搬塞拉斯然后直接放 放卡尔玛 你不搬我不搬 是 然后WFO再被迫选卡尔玛 反正直到你用的不是特别好 这边搬左一 塞拉斯是放 那WFO也不用抢了 反正白拿一个塞拉斯卡尔玛放给你 对 这边看LNG 所以卡尔玛直接锁了 卡尔玛加奥拉夫 这是一个非常强的上野 为什么说上野呢 因为主要是卡尔玛他 出来一般都是圣强哥用 圣强哥这个卡尔玛是纠奇能辉 主要是你每次看着看着 觉得他没什么战绩 零杠零杠几 然后忽然他掏出了一个四箭套 就很懵 V5这里在辅助选择方面看看 塔姆或泰坦要不要考虑一下 这边塞拉斯现在是用来打单线的 是中单或上单 是 再看一下这边的选人 泰坦 泰坦锁了 这样V5就是完全弥补了上一把 这开团不足的这个缺点 两手抢开团拿出来 LNG现在是个拉扯阵 看这手怎么拿 是不是还要拿EC 但是EC配不到塔姆 对 思考一下EC 还是EC 反正 毕竟EC你面对皇子和泰坦 相对来说好躲开一些 生存能力还是有的 现在看了一下 这边LNG好像只有偷EC大招 稍微好偷一点 其他两个大招作用都没有特别大 因为塞拉斯偷这个奥拉夫大招 上去还是很脆 然后偷卡尔玛大招 也没太大的作用 这边是先搬炎雀 我看到杰色 炎雀都出现在班位上 虽然炎雀很久没有出现 而且他胜率不高 但是还是LNG比较重视 而且这把如果出炎雀的话 这V5包下太厉害了 炎雀皇子中路线一抢 来个下路泰坦 发起一个先手 太厉害了 这边是班的塔姆 上一局Message的塔姆 实际上V5的开团非常头疼 这为数不多的开团 都是被这个塔姆给化解掉 是 这把其实没有塔姆 LNG走一手布龙也行 布龙其实你面对皇子 这种英雄的进场 其实布龙也能够 达到一个不错的克制 随便是班了鳄鱼 那看一下 这鳄鱼就是给卡尔玛去班的 对 因为对面已经出太坦 不可能再出机器人了 除非这个太坦总上单 或中单 优弥 这边是把优弥给搬掉 LNG可以给中单留个Counterweight 是 布龙要不然先选一下 吉拉 武南 莫甘娜 亮两个恶魔 恶魔元素 这个是恶魔法师 七血鬼 中单卡尔玛吗 这边血鬼锁下 这手是中单卡尔玛 感觉威武其实有点没想到 因为最近就卡尔玛一般权格打得多一点 如果说给一个吸血鬼的话 威武可能有点难受 这个套阵容不是特别好防吸血鬼经常 是 当然也有可能中单吸血鬼 中单吸血鬼相对来说就是节奏太拖了 对吧 这个是中单吸血鬼的必病 Niko 这边是要选一个Niko 那最终Niko还是和塞拉斯一个中上摇的 再选自己的一个辅助位 他这把要不要走一个AD Niko得了 AD Niko打血鬼蛮好打的 直接一单线带到底 就不让你去打团了 牛头和落 牛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落没有那么好 反正落重在速度 牛头重在Counter轮子8 会有这个常数 这场LNG的阵容选下选得还蛮不错的 它容速率很高 而且开团反打拉扯前期节奏都有 缺点可能是自己发育周期 在中间会有断档 因为它中期要等自己卡尔玛没伤害 然后血鬼也没伤害那段时间过去 V5这边来说的话 中期到底很强 它中期一个推进推陷能力 都还蛮厉害的 如果卡尔玛这把是莫尔 不知道小东北这把是走一个AP Niko 他如果AD Niko走上打 血鬼是很好打 血鬼就如果大家平常 自己去打打就知道 打AD Niko是真的难受 这边双方应该只能开此野区了 跟随我们梅塞德尊驰 五威共联盟一起进入PU3的决胜 决蓝色方V5 红色方LNG 救命 2 1 2 3 3 2 3 1 3 2 1 2 1 1 2 1 2 1 1 加油 加油 我感覺台下那位 給威武加油的大哥 沒有上一把暴躁 也有可能是因為斷氣了 也有可能是因為斷了 當然開玩笑了 因為上把打的 上把真的是挺感的 挺狠的 這左右走是把自己的評依給取消了 結果再想評依的時候 這個奧拉夫已經遠去了 過這村沒這地兒 這掃描就給你用這一會兒 現在開始也輸了 雙方應該是自己半區開 然後這把上校還是拳擊看好威武 上一把上校就是拳擊看好威武 那看這一把上校 結果會不會上一把一樣呢 下路這邊體驗上線 拉夫其實不用擔心 這是前期打野幾乎完全無傷的一個 對 刷也很快 也不是無傷吧 只要他有回復 而且本身血液是奧拉夫刷野速度就更快 所以他其實不太擔心自己的血線過低的 尼口這邊是用來找 尼口這邊是用來找這邊的一個卡爾瑪 其實主要問題是什麼 主要問題是塞拉斯打這兩條線都沒有那麼好打 打上路可能還好一點 對 他打中的是完全沒法打 是 哎呦 這 直接交易技能 然後再交了一個閃現 這一波感覺是有一點點怎麼說呢 這麼慌的嗎 我也感覺是有一點慌了 但是他學了易的話 易技能有一個魔法護盾 他易技能魔法護盾擋一段不就行了嗎 這直接交閃現有點太文件了 算刷野速度來看的話 剛才那個位置奧拉夫頂多就是剛打完紅 還沒有到自己那個位置 應該是和皇子的鏡像的 所以他這波是確實有點太慌了 嗯 來 本波 EQ過來 這邊是要包弗蘭索 弗蘭索是有閃現和雪池的 其實還沒用 奧拉夫也在不遠 弗蘭索也知道 這波上來後面肯定有人 直接溜了 拜拜 雪池 皇子也很懂啊 先交光盾 不慌去拍你 來 這邊如果要EQ金塔的話 金塔就危險了 歪波這裡 但是這邊好像 奧拉夫還在不停地去捏 斧頭已經給到了 不停地去減速 皇子過來看看 能不能掩護一下2V1的狀態 皇子感覺有點砍不過了 回血死不了 這邊的話再下來 下來的是一個墨 墨這波下來是沒有辦法收人頭的 而且這邊騷分想了想算了 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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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奧拉夫他殘血 雙BUFF奧拉夫 看誰誰都不好使 這就是為什麼要叫狂戰士 因為他血越少就越狂 兄弟們刷波狂 把狂打過打在公屏上 中路這波好歹明月三十換回來了 但是換到這波對線還是有個問題 因為AD那口打吸血鬼沒有那麼好的 溜波這波進塔 扛兩下塔實在是太糟了 他有點太拚了 而且你看皇子是不是第一時間沒有 沒有第一時間過來幫大家看一下 皇子一開始是不是想走 想了想沒有 他第一時間過來了 還是過來了 還是過來了 他交了一個2號米閃現 但真的打不了奧拉夫 奧拉夫行李太強了 而且跟大家解釋一下 感覺皇子他應該也不是一個QE2連 實在是因為剛才一技能的CD應該差一點點 他現在把傷害打去 對他屬於有什麼技能先甩什麼技能了 因為隊友快死了 這也不是說怕什麼奧拉夫 怕奧拉夫回血 就直接是我把一套技能打上去 盡量先把他打到那種死血 直接把他打死 不然我隊友要沒了 對 可惜就沒成功 奧拉夫回血太厲害了 這波全球奧拉夫是拿兩個人頭 現在野區皇子完全打不過 而且Niko回歸正常對線 Niko回歸正常對線的 明月三不就崩了嗎 明月三上路 現在4級17到 這要被吸血鬼追著打 對 現在如果想要找節奏 PANFO一定要去下路 下路現在是最好欺負第一人 這個下路是真的蠻好欺負的 好像很好殺牛頭 但是因為西威爾一直推線 所以也比較難 而且西威爾他的推線 有可能會導致萬一騷粉來了波下 那牛頭直接去先手西威爾 那泰坦也是保不住的 中期的時候奔波想要抓中 最大的一個問題是傷害固夠 Plex只要留RE 在皇子蓋大的那一瞬間 他可以直接叫閃現走 而且頓是足夠厚的 他不用怕摸著這個大招 前期Niko大招傷害沒有這麼高 這邊拉夫來了 但是西威爾現在這個 沒有辦法短時間內 把這個兵線壓進去吧 但是如果壓進來 皇子在下半區的 這邊是直接給了一個大招 先把明月桑給逼退 你已經看到奧拉夫了 怎麼辦 皇子在下半區 有沒有兄弟救我啊 也沒有人TP AD剛叫了TP 這裡好像放了他一馬 想了想 算了算了算了 但是明月桑好像沒有打算 放過聲槍哥 稍分享了一下 不行不行 你這欺負我兄弟 再來一波 再來一波 這兩個人血線一般啊 還想再包 已經逼到了塔下 到六級了 到六級 這是個信號 看能不能偷一波 他先塔下撸死了奧拉夫 謝月桂交波血池 規避下傷害 明月桑還在不停地去追擊 有個爆破果實 正在向盛山哥招手 能不能成功 還一下一下也普攻 這裡的話 閃現差一點 一技能也跟不上了 下面皇子是已經把火龍給偷掉 這一波威武 他其實沒有管明月桑 明月桑過去就是 兄弟不用管我不用管我 然後他剛好吃了兩波兵 到六了 那這波吸一個血鬼的大招 然後吸鬼大招回了一口血 剛好他自己又是在塔下秀了一個 拉夫前期不能先扛 拉夫前期是真不能先扛的 還是要吸血鬼先扛 利用血池去轉移傷害 這個好一些 上一波打下來 反而LNG前期的優勢又沒了 因為拉夫這個人頭 還滿之前的 關鍵時候到六了 明月桑兩個人頭 說完這個到六了 立刻給奧拉夫套了一個吸血鬼大招 這不是扛的問題 是明月桑他的傷害比較高 對 先動了 對 他直接打一套 拉夫就沒了 對 當時弗蘭鐸看到他到六 偷了一個自己大招 弗蘭鐸已經先往後走了 表示這波不好打 但是Windy已經 是吧 不依不饒 這波打完 Windy是把這些都找了回來 雖然主刀還是被壓 但是現在已經有賞金了 對 血鬼現在也是標準兩斤套 現在一般都是燃燒寶石 再加一個落魔法點 來增加自己一個前期的CD 有更多的Q技能來洗 這波雖然 奔奔沒有在上路做的事情 但是明月桑自己在塔下1v2 找到一波角度 先殺了奧拉夫 而且應該算是變相幫到了打野 讓打野把這個火龍拿到了 是 奧拉夫過來 奧拉夫的血量 明月桑特別好 牛頭也來了 這邊直接蓋EQ走 這裡也閃現 把鏈子給連了過來 被兵卡了一下 牛頭這裡被兵卡住了 但是奧拉夫被一過頭 然後直接一個E技能 把這邊的斑破人頭收掉 又是一波在中路的對抗 還是紅色方LNG 戰鬥先機 並且這一波也是牛頭有參戰 牛頭 來這閃現E技能 是被奧拉夫一個閃現給躲掉 再投一個奧拉夫的大招 因為桑在上路打得非常兇 剛牛頭那裡有點被小兵卡住了 如果剛才沒有卡住的話 可能還不用交這麼多技能 對 泰坦這波志願速度就要略慢於牛頭 因為牛頭它是結束五速斜的 泰坦還是想在線上先把這工資裝打出來 所以出了二級工資裝 是 但與之相對的就是Y4在下路吃了不少肚層 這其實也沒辦法 你看墨在這裡就打一套 他換血是沒法轉的 因為對面有護盾 下路這邊應該可以再吃一個塔皮 這個Q拉到阿修羅身上很疼 阿修羅只有半血 阿修羅三個人頭引出了自己的戰士大刀出來 下路還是有V5的下路 壓刀同時壓兩層肚層 三層肚層應該 在旁邊MAX想要過來GANK 但是旁邊的位置已經被眼威發現了 他過來的時候應該是已經被 防守眼威 LNG的防守眼威發現了 河蟹 這邊也是可以直接控下來 塔下我們雖然打得很兇 但是打吸血鬼這樣並不轉 因為吸血鬼已經可以回的 雖然這邊的一個賽拉斯也可以回血 我覺得對LNG來說 現在就變成了上路吸血鬼是穩住了發育 但是下路還是要面臨這個防禦塔的這個壓力 這邊想要動是已經看到了MAX的位置 旁邊還是看到了奔復 要把對面給逼走 LNG這一波是要想搶一下下半區的視野 旁邊EZ過來了 這邊拉拉的是一個奧拉夫 奧拉夫開出一個珠穆豪混 後面大招式直接給到阿修羅 但是自己開出一個精神在原地 奧拉夫進身結束 殘血拉走奔復 開了一個精神 但是輪子馬一顆滾輪 將奧拉夫給收掉 還在不成年 被控在原地 被不停的減速 泰坦再給他一勾 Triple kill的輪子八 突然那波河道發力 這一波還是前期 就還是說的那個問題 就是LNG前期傷害真的太低了 他這個前期 他要撐過這個卡爾瑪沒什麼盾 然後上台也沒什麼傷害那段時間才行 是 現在去打真的不太理直 而且剛才在河道的視野掌控 應該也是藍斯坊V5戰的一個先機 而且泰坦這個精神 關鍵 拖了挺久時間的 對 最能戰鬥的奧拉夫 在第一時間 只能砍到一個泰坦 阻止自己瞬間被打殘 然後這波哪怕交出閃向 較多的位置也拉得不是特別好 因為希爾被動 他是A人有一個加速的 再加上這裡有一個紅Buff減速 一加速去減速 自己追人就是比較無敵的 現在V5是已經拿到下路一個三殺 希爾現在可以轉線了 我覺得他可以轉一下 這波轉到上路去 直接把下路去門拿了 我看到希爾已經往上走了 那就有可能拿小龍做互換了是吧 雙方 但希爾這波速度有點慢 小龍 看一下LNG也忍了一下 這波LNG要打嗎 因為他下路EZ是沒有TP的 LNG想了一想 現在EZ還沒來 如果要動的話 覺得還是動小龍稍微好一點 因為你畢竟過去爭 現在還真不一定能打過他 對 還是做資源的互換 對於LNG來說更能接受一些 因為現在輪子媽 這是已經西蘭刀家攻速鞋 3-0的輪子媽 戰鬥力太強了 這邊EZ得注意 如果對面刮個大爪 自己身上是 他扛不住的 畢竟EZ是個小脆皮 對 原果然還是小龍互換 轉 所以把大爪堵掉 另一邊的話 俠谷先鋒給威武拿下 這邊是要壓吸血鬼的塔 吸血鬼在塔下 山哥應該要走了 直接放 這西蘭都敢A自己了 那肯定是有問題的 上路塔 撞一下 應該是跟上路 要給這個西蘭單吃 西蘭吃個320 而且這個再吃160 他本身下路就吃了三層了 對 對 他的經濟領先 感覺領先阿修羅應該有個1-2000了 這個吃完610 上路直接吃了1000多塊錢 這個西蘭 現在體重300斤 肥啊 好肥 旁邊牛頭也在 這波如果想越塔會出事 這牛頭和 這牛頭西蘭 這牛頭是吸血鬼的塔 放了個旗子給人去TP 現在是框住吸血鬼 吸血鬼塔下纏鬥一下 一勾 想勾血鬼 沒勾到無心剎的勾到Mestro 但是塞拉斯 粘住吸血鬼 已經能拉到 將其帶走 由頭塔下是換掉太太 皇子分開狂塔 旁邊來了個Plex 練習了Mo 旁邊有個奧拉夫 還在不停追擊 奧拉夫身上有個紅包粉 往後一拉 但是這波紅色方已經不敢追擊了 因為這一波是EZ沒來的 如果EZ來的話 其實還有得打 EZ來的話 左邊還挺危險的 這個是TP直接去下落 這個TP來自於西外 防禦塔都曾經脫落 現在R96也沒有太多的機會 遲到剩下塔皮了 是 剛才上路這波交火 又是被5D波大轉 殺了兩個人 應該是被換掉一個 但是這個防禦塔還是拿掉 如果說提前 這波有更多LNG的支援的話 那這波可能有所要炸的 因為這波越法真的越的很強 然後後面就定到 這個RQ沒有打到 如果打到落口會有點危險 拉夫之力也不敢上 因為畢竟塔掉了 這波打完威武的AD 直接來這把火炮 歪波這波好肥啊 他吃了 他吃了全隊幾乎所有的塔皮 四位數的肚騰 被輪巴吃到 雖然沒有四位數 但是LNG的AD也吃了400塊 對 經濟差還是在這 經濟差2000多 經濟的差距一直在這兒 感覺讓LNG頭疼 LNG這個陣容 往後打是有機會可以翻 但是中期作戰能力真的好差 對 特別是他前期 還要去跟威武接這個正面團 而且我覺得主要是中期 LNG最大的壓力就是 他會被威武不停地去開團 威武兩個開團點 黃子和泰坦直接吼到臉上 因為他輸出環境很好嘛 而且前期又很肥 而對於LNG來說 本身中期的壓力就很大了 但是如果自己想找節奏的話 又欠缺開團點 這勾一下勾到還沒一次平A 這裡一個EQ再加一個大招奔放 受到阿修羅的人頭 同時牛頭那只能賣掉自己了 被控在原地 無法動彈 人頭給誰還是要給輪子媽 需要A一下 已經接近暴走了 那這樣一步打完下路 他也可以拿LNG前期 接近一個崩盤的狀態 有咱們剛才提到的 就是你要在中期不停地去承擔 黃子和泰坦給你這種壓力 因為現在V5他經濟優勢 他就會無腦開你 Wendy 透露一下卡瑪大招 先是黏人一下Plex Plex也是給了一個自己的盾走掉了 經濟差距這4000多有點 讓LNG難以接受 如果落後兩三千現在都還可以接受 現在這4000塊幾乎讓 45000塊幾乎讓LNG中期反正完全打不了 而且他發力點估計得要到30多分鐘才能打 這樣中期的時候自己塔可能要被推很多 而且卡爾瑪在中路的發育也沒有到特別好 西威爾現在也套出了自己的爆空大劍 一般來說西威爾和EZ的裝備應該是 EZ有三件套的時候 卡爾瑪現在才有這樣的裝備 但是EZ這把確實不夠肥 而且阿修羅在下路吃塔皮也沒有吃太多 反正是Y4他吃了很多的塔皮 並且還有人頭進帳 對 所以這場如果想威脅到西威爾 牛頭身上的彈子太重了 他太需要靠著自己的閃線二連去開到西威爾了 否則的話其他人沒有人能摸到 甚至摸到這個西威爾 LNG的翻盤點就是在後期讓 讓這邊的一個弗蘭佐輸到一個神裝 去後面找西威爾 因為西威爾他們這邊威武是沒有虛弱的 他是管不了這個西威鬼經常 卡爾瑪團前Poke一下 但傷害真的挺有限 主角LNG就有啥放啥 雙火龍就放了放了 現在打完可能第三條龍都不用打 威武就可以直接拿打了 但如果人員聚在一起的話 會不會也是牛頭一個很好的發揮空間 糟糞被打成半血一下 主要問題現在塞拉斯也很累 傷害LNG有點糟不住 因為LNG這邊他打也是個輸出裝 只有一個坦克就是輔助牛頭 主力先激活這條火龍 刮一下LNG放 威武也是要趕緊抓緊在這邊的虛弱起勢之前 把所有能拿的資源全部拿掉 LNG的手線能力並不特別強 奧拉夫開出一個蛛龍黃昏 直接被小東北打出了自己的大招 火龍也被皇子拿下 卡爾瑪在上路這邊把兵線先給推進去 自己是有DP可以回中路的 但是旁邊這裡塞拉斯有個繞後 他可能要稍微這邊注意一下 LNG要注意一下他的位置 還在想逼這個中塔 奧拉夫還在家裡面補給 人員現在對於紅色方來說是不騎整的 又是Niko的減速先行警告 血鬼血池往後拉扯一下 大招已經給過了 威武再把中塔給推掉 現在三座外塔推掉 威武只要邊線拉扯就可以了 他這個邊線拉扯應該挺強的 畢竟希爾這個手推線能力快 是 把EZ三項還沒做出來 摩切倒是先好了 LNG要究極拖 他要拖到EZ三箭半 然後再讓上單有個三箭多才能打 不然中西這樣閒殺完全不夠 同時奧拉夫後面還是要轉一轉肉 否則的話 綱不住一開始皇子和泰坦的開團 因為這個開團基本上就開到牛頭 或奧拉夫其中之一了 其實現在想想 就因為現在已經出了黑切 那他出的意義沒有那麼大 還不如直接來個撐個甲上去 撐個甲可能性下比會高的 可惜再來控一控 好EZ從家裡出來 三下摩切 這個時候還有一定的接戰能力 但對面已經無盡了 這希悅爾這場完全沒法管 只有等這邊希悅鬼起來 並且在正面團戰 可以直接進場把希悅爾秒掉的時候 這個時候才有機會 是 所以對於威武來說 雖然說倫子媽也是個大後期英雄 但是畢竟他們守候兩個開團點 泰坦和皇子 所以在倫子媽最順的這個時候 還是應該主動地去尋求一些野球的碰撞 這邊弗朗朗也是幫AD打一下藍buff 威武現在這個陣容他有一點缺點 就是他打龍比較慢 而且這場好像又是沒刷土龍的 他推二塔的能力不是特別強 如果要推二塔 反而自己有可能要給機會 是 那良火給到面板的傷害 其實也是很大的 哎呦 YS的狀態並不是很好 畢竟三項的EZ還是值得信賴 這比兵權那種carry能力 是要強很多的 畢竟這一把威武的AD傷害 沒有那麼多 更多都是AP傷害 LNG現在要做的是什麼小龍啊 外面的什麼遠古資源 能放的放 這拖析血鬼裝備 對 威武要做得很簡單 他把視野就也去視野一座 然後逼LNG來龍團 那現在小龍還有兩分多鐘 三路的兵線 都是藍三方占據一個優勢 看起來這一把LNG的推進能力 他的推進能力其實還行 但是如果第一波牛頭被打了大招 然後第二波奧拉夫也被打了大招 那就沒人下去搶了 對 推進能力威武來說還是可以的 因為威武去推薦的時候 他不怕被開 輪他只要在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 牛頭是開不到他的 而且自己中彈還是有一個分身 分身可以去探 中彈已經掏出了無盡 現在是威武的最強一波了 往後拖不會 不會比現在好到哪裡去 亮了一個TP 看一下要不要去留人 主動去留 直接擊飛到了後排 看一下 DC瞬間被秒了 同時裡面 看了一個近身 小東北往後拉開 自己還沒有死 旁邊Windy再一拉 想去留燒粉 燒粉已經被炸殘了 回頭對一個斧刀 皇子一個EQ 找到了燒粉的位置 為了跟閃線 一下普攻 將其帶走 這一波的話 是直接TP走了 這一波我看到 能不能走掉 TP溜了 你已經能沒留到 但是這個大龍 藍森王直接要逼了 打野燒粉是陣亡的 Niko身上有個TP 他表示要先回城 再TP來正面 現在得小心一下 威武一定要阻止吸血鬼的進場 吸血鬼的傷害是很大的 將TP了 泰坦先控住吸血鬼 自己先吸收一下傷害 Masso這波進場 配合吸血鬼想找Y4 Y4已經被打殘了 身上有一個護盾 但是沒有辦法 吸血鬼還是一下 將其炸死 EZ遠距離 一個大招 這一波來到戰場 看一下能不能改變戰局 Windy先開一個近身 開一個閃線 B上Masso 一個閃線 Masso身上有個余陣 但是沒有死 EZ這波輸出環天還不錯 但是第一個板身一個大招 將其做住 但是沒有辦法改變戰局 EZ最後兩下普攻 將其帶走 還有一個一起呢 想去抓皇子 這一波還是不繼續追了 就開始說的 你一定要防住吸血鬼 吸血鬼現在對吸血鬼 威脅已經 他裝備不好我們看 這一波他只有火箭腰帶 他還沒有孵化寶珠的 他裝備其實不好 但對這邊吸血鬼的威脅已經很大了 而且主要是什麼 主要是打龍打太極了 他沒有先把吸血鬼位置逼一下 這邊威武 他這一波打完 感覺LNG翻的機率 應該是可以上個三成左右的 對 這波回放 我們剛才看見了 EZ其實是有一定的操作失誤的 他是一技能貼牆 但是閃現撞到牆上了 然後在這邊 EQ過來直接閃現接傷害 後面也是由於這個TP 保留中單的一個作戰能力 讓這一波LNG有反打能力 對 這波他一定要先把人逼走 他一定要把吸血鬼逼走 不然這個位置 吸血鬼發揮攻擊太大了 開始選完任務我就說了 他沒有 他一是沒有虛弱 而是沒人可以管吸血鬼 好 這波泰坦一個人 因為自己身反比較脆弱 所以自己一開始選擇的去 阻攔的這個作用也比較小 然後就是吸血鬼的這個發揮時間 800塊 這800塊給到吸血鬼 後面阿修羅這波雖然失誤 但復活之後TP過來 人頭也收了個手 這前期沒穩住太難受了 現在LNG感覺這波打完再過一下 塔推兩座差不多就翻了 現在經濟已經拉得差不多了 對 從再開始5000的經濟差距 這邊 那這波麥斯說 有一波終極繞後的機會 吸三開 剛好他在一個陰影處 暫時沒有被藍色方所發現 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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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維武一定要注意自己正面 團戰西尾爾的一個生存環境 他不能被吸血鬼繞後 吸血鬼在正面那OK 這邊吸血鬼就吸血鬼開大往後跑 然後吸血鬼的話 確實起來的那一瞬間 再救吸血鬼還是可以打 對 但一定不能讓吸血鬼繞後 繞到的話 正面團戰威武就崩了 山哥回家是拿到了自己的沙漏 下一件是不怕寶珠 裝備也還不錯了 而且EC也在慢慢補裝備 YFO要大隱魔刀 他一定要大隱魔刀 自己才有機會活下來 是的 打到這種情況下 LNG也是通過剛才那一波 威武不太謹慎地打龍吧 自己是翻了一些回來 但是也不是說完全翻回來 畢竟自己這邊的AD裝備 還在補充之中 而且中單的裝備也不夠好 所以還是要再拖一下 吸血鬼現在盛裝三件套 有一個精神 下路的兵線在推輪 這波回家 吸血鬼是已經發寶珠了 我覺得現在對於威武來說 最大的機會還是他們的開團 點位比較多 是吧 因為你畢竟吸血鬼 你不是一個單帶點 你下路 你一直是要受到兵線的牽扯 你被兵線牽扯的時候 你正面少人 那皇子和泰坦 就有機會去開人 哪怕是剛才比較靈活的ADC 而且明月桑一直想跟團 他的正面做了太多事情 補刀落後了 畢竟現在吸血鬼發育得很舒服 你看吸血鬼三件套了 本來優勢的一個明月桑 在上路反正只有193刀 雖然4缸2缸2 但是他現在沒有 兩件套都沒有 他現在是一個散件 明月桑可能要補下裝備 又是藍色王威武 入侵一下視野 皇子的位置並不是很好 但是沒關係 後面有人了 對 主要是看到了後面有人 還是想去逼這波大龍 但是紅色王 現在EZ是已經三件套了 而另一邊吸血鬼 是掏出了一次隱魔刀 野區的視野 紅色王因為紅buff野區 已經被完全佔住了 所以現在只能在中路佔住線 然後 沒有一個假皇子 這是一個妮寇 先是一個小幽靈減速 妮寇想過來想進場了 但是位置並不是很好 沒錯 一帥先被打殘 雖然說也是一個開刀牛的皇子 一個天破地雷 蓋住三個要賣掉自己 皇子先行倒在地上 EZ在屏幕的右側 瘋狂地輸出 要打一個Wendy Wendy看了一個精神 EZ調整了自己的位置 阿熊在屏幕的正下方 他瘋狂地輸出 配合自己的前排 EZ一波WQ 還在不利出擊 一個Y4也跑不掉 激發隱魔刀 剛不住 EZ一波追破Q 最後一個人在草裡會成 閃現一技能 但是沒有辦法 團結啊 前軍萬馬一將在 探囊取物 又何難 這波EZ 阿熊羅帶著隊友 要拿下這個大龍 扭轉這場比賽的局勢了 真的就是 我們看開始 為什麼這波能打一 噓血鬼在那裡 拖出了Way5 所有後排的一個輸出 Way5這波後排 幾乎沒有任何輸出 打在這邊牛頭身上 他的輸出 全部打不到這邊 LNG的關鍵人物 主要是這個阿熊羅太賊了 每一次 這這個黃子天蒙地戀 黃子帶我翼 我走了 黃子再往後來 我再翼調整位置 我看一下這一波 你看這個阿熊羅 然後還有血鬼 我們注意一下 這一波吸血鬼 他直接把所有 L這邊Way5的後排 完全隔絕了 而且這個牛頭 跟黃子比肉 黃子先倒 牛頭 比他晚陣亂很多 我看到這邊 太太大招 也是打在了金身上 用一個E技能直接爆下 把中端的木 爆成一個殘血 再平A 是一個Q 再一個閃現E 所以閃現撞牆E 哇 閃現撞牆E 很帥 一閃 沒錯 這是一波閃E 其實效果差不多 對 LNG這邊拿下了這一波 拿下了這波大龍 但是中端的位置有點危 打野的位置有點危險 黃子再一個EQ進場 但是被頂了一下黃子 需要一個閃現 開一個閃現 剛不住你的後局的傷害 泰坦交出去的閃現 還要再往後拉扯 吸血鬼 這波的位置還不錯 你得再一波一個大招 這波打完之後 很難呀 真的很難 吸血鬼的傷害實在太高了 後期Way5 沒有人可以管這個吸血鬼 這波打完如果處理得好 LNG應該是一路半 是 應該是一路再加所有外塔 由頭再測移 這場區 男爵之力 這邊LNG是一個2600多 但是這一把能拿的東西太多了 而且還可以拿條土龍 LNG不急 往後打兵是優勢 這裡是把土龍給拿下 拿下來之後 這個三局EZ 三局EZ太頂了 本身宇童老師在第二局場間的時候 已經在跟大家分析了 我就說第三把附近 V5應該要 其實搬掉這個EZ了 就和我分析差不多 就是V5 LNG選紅色方 我知道你不會一搶卡爾瑪 我搶卡爾瑪 我還可以拿個EZ 你不會搬EZ的 因為EZ這個英雄 我當時以為 V5會試著去搬一下 但是因為搬位太緊了 這個EZ最後沒有搬 LNG還是拿到自己想要的英雄 這樣一打 確實 V5 我感覺這局 有可能會痛失好局 但現在不是完全輸 他還有機會 哪怕說現在 血鬼的對他威脅很大 但他們還有機會 這個機會是上單 要等Vandy把這些鬼術掏出來 尤其是我們剛才在團戰中看出來 就是皇子開個石像鬼 跟牛頭比肉 他甚至要比牛頭先陣亡 真是打野跟輔助的一開始比肉 他比不過就很痛苦了 在下方 血鬼被先收到了 開個血池 先規避下傷害 牛頭一個二連連 牽住了一個MAX的線型陣亡了 要倒在地上 而上邊 看一下Plex交流自己的呈現 調整一下自己的位置 但是奧拉夫 剛剛不是輪子馬後續的傷害 在團戰中 輪子馬還是不錯的 這波能打 説一下 刮出了一個隱魔刀 這波能打 主要還是因為吸血鬼 沒有去找西偉爾的一個位置 西偉爾這波輸出很爽 我們看得出來 西偉爾傷害很高 他很有作用 但是就是因為每一波 他被吸血鬼找 所以他輸出打不出來 直接回城 這邊EZ回家是補一下裝備 那這波比較漂亮的先手 也是阻止了 LNG進一步去滾動這個血球 大龍巴馬上再從家出來 要消散了 這邊也是由於 這一波西偉爾打得更好吧 所以沒有讓LNG 拿到更多的一個優勢 而在團戰中 黃子這個阻隔地形非常的關鍵 西偉爾只需要打一打前排 就能夠造成成盾的LOE 現在對於歪迫來說 他就說他只要自己活著 隊友就這場都還能贏 如果只要他陣亡了 其實LNG開發寶珠 弗蘭鐸這邊要來東下明月桑 明月桑跑得很快 是 溜了 但是下波怎麼辦 這個弗蘭鐸要有帽子 這個有帽子了 怎麼管呢 所以感覺對於威武來說 現在烈士方的他們還是要利用 黃子這個分割地形的 這個大招的作用 把吸血鬼或者說 把LNG幾個人 控在一個比較狹窄的位置 那個時候 就是輪子媽發揮的一個空間 現在 阿修羅已經把這個木刃給掏出來了 就還是都老是開始說的那一點了 就一定要在一個稍微狹窄的地形 黃子限制出血鬼的一個進場才行 對 不然如果西偉爾這樣 每次被繞好開 自己是沒法活的 沒有人能保他 來抓血鬼直接念了一個避回城 來不來得及 合同事後已經吼了 小玉琳看直了一下位置 威尼交閃線去留 留住了上單弗蘭多 弗蘭多不得已開下大招 但是自己被四個人圍在當中 威尼開個精神 規避下吸血鬼後續的傷害 這邊的話是找到一個機會 接殺掉血鬼 但血鬼沒有賞金 因為其實他人頭拿的並不多 他只是打的傷害高 這波大龍霸 還是拿到了很多的一個經濟 並邊線塔有推 這個時候藍色王中路要搶邊線 中路搶一波邊線 羅斯一波高地同時下路 塞拉斯在2塔 這波我覺得選擇很正確 這波應該是有機會可以逼一下的 但是牛頭過來了 直接上太太太 把EZ的位置給逼退 塔能拿 但是水晶能不能拿 卡爾瑪和奧拉夫回家回得太慢了 這波過來一個塞拉斯 保證一下隊友的生存環境 威武這邊是在逆境之中 找到一波機會 把LNG的中路高地給退掉 這波找的機會非常好 這波抓死吸血鬼之後 LNG其他四名隊友沒當回事 他覺得我上半區繼續搞一搞 帶一帶你的2塔 但是威武找到一波結果 直接Rush中了 威武這波找的機會非常好 LNG可能待會兒在打大龍的時候 會受到中路兵線的一個牽扯 因為中路兵線會影響 讓你做視野的條路線 對呀 如果你中路的兵線不好 你要回去守 你守的時候 就不能從河道附近進野區了 趕緊把兵線 先稍微往前推一推 這裡給了一個加速 旁邊阿修羅打仗還是非常緊 這個阿修羅 頂著三個人的這個壓力在那POKE 現在LNG有土龍內給加持 他打龍的速度只能說正常 不能算快 因為這個附近龍本來打龍就太慢了 那現在視野是被紅色方站住 合到訓節線也是紅色方的 你再掛大招 掛一下 他也不怕 就西偉爾這邊也不怕回城之後 對面開 因為自己TP快好了 嗯 想逼一下了 剛要回城的是一個 剛要回城的是一個中單 現在Niko在打了 Niko已經TP過來了 這波牛頭 直接想阻隔下皇子位置 皇子交閃現 規避了牛頭 同時一個大招 碰住了西偉爾鬼 西偉爾鬼在皇子的圈內 Niko閃現進場 只是做對了跟牛頭 牛頭但是比較肉 又是大龍幾下傷害 大龍在給他不停地去 減他的抗性 牛頭先行陣亡 這一波打下來 還是對西偉爾鬼的限制好啊 西偉鬼只要不繞後 這邊歪波一直輸出 威武還是可以贏的 對 下一波團西偉鬼還是沒閃現 這波閃現是剛剛交出來的 但是威武不能犯之前的失誤 他如果現在動大龍是要給機會的 他要動大龍真要給機會 哇 他動了 這 卡瑪亮TP 這個時候西偉鬼是沒大招 沒大招的西偉鬼 EZ先掛大 掛大了太坦的身上 8000多的血線 藍三方這波是要接團的 如果強行打這條龍 恐怕是有點騎虎難下了 Max已經被打殘 交閃現交到裡面 同時仙息激拉奧拉風 倫子巴中路輸出 環境還都在左邊 一個皇城PK 兩下普攻 600億死的暴擊 暴擊直接將EZ給吹死 西偉鬼被尼可可留住 不過開了一個精神 給他拖延內時間 皇帝一個英雄 傳起了西偉鬼 在屏幕的正中央 西偉鬼要去黏皇子 但是藍三方其他幾個隊友 在屏幕的右側 倫子巴已經要去帶家了 倫子巴再帶家 在屏幕的右側 小地圖 可以看見 太坦以肉身 拖延西偉鬼的腳步 西偉鬼想回家 揮不去 卡爾瑪能不能回家 卡爾瑪有沒有 卡爾瑪回去了 這波有沒有機會 這波歪過好像有點難走 自己的盾 這邊是被直接頂了起來 沒有辦法 看一下能不能換 換掉了 這波好像 這波吸起來了 牛頭在頂他下 旁邊終於來了一個西偉鬼 沒有大招的西偉鬼 但是歪風不停的A兵 他回血回的飛起 再次A到西偉鬼的臉上 西偉鬼回頭一吸 炸死了這邊人的一口 皇子 前方的臉 打出了西偉鬼的一個西偉神 鳥頭再一個二臉 看一下行不行 被A兵換掉 最後阿拉夫將輪子馬終結 那這波打下來 其實威武 雖然推掉一顆沒牙塔 但是自己大龍wap全掉了 這波威武打得實在太拼了 雖然有機會 但是LNG的人 也是回得非常及時 這波應該是阿修羅可以動一下 這邊沒有選擇動二塔 應該是 這個沒有動二塔 我沒看懂 因為對面沒有TP了 他動二塔應該是白拿的 對 這波聖長哥其實有一點點猶豫 他踢的位置 他踢得太晚了 他如果直接踢的話 他開始打的時候直接踢 這個位置就比較好 反而是這波Y4打得好 Y4這波是沒有看到沒有吸血鬼 Y4這波太急了 他為什麼不跟隊友一起去收個戰場呢 其實收個戰場 他如果在戰場中一進的話 這個吸血鬼應該是沒有問題 能拿下的吧 應該是能拿下 然後接下來應該是有機會的 但是感覺我們看牛頭這裡 第一時間想的是 我要去正面 對 我要去正面 然後看著 這裡怎麼有人突加 我要去蘇智 Y4這波真的是極限操作 太能吸血了 回頭兩下把這個卡爾瑪給收了 牛頭拿他也沒辦法 但是剛好天選之人啊 全部暴擊 天哪 三顆636 全部暴擊 蘭佐在這兒 因為打出一個救主靈刃啊 所以這邊Y4回血會非常非常多 對 對 這裡再把魔給收掉 一句挑起來 再一個E爆架 但是後面傷害跟不太上 這邊也是被換掉 雖然拿下個大龍Buff 但是大龍Buff只是一張體驗卡 威武體驗了一下 然後推了個梅亞塔 是 36分鐘雙方經濟拉平了 而且LNG中路復活 現在威武得小心一點了 這一波吸管沒有閃現 他得注意吸血鬼的位置 如果吸血鬼他開發寶珠 直接繞後 他會非常難受 哇 上一波 這邊Y4打出了一萬二的輸出啊 實在輸出太高了 整個威武還是往後撤撤比較好 他要把視野清一輪 雲子 換錢又是不定的消耗 Wendy這個時候血線不好啊 偷了個吸血鬼的大招 吸血鬼的大招 現在也還挺有作用的 最近自己是有一個挺高打槍 而且他已經出了 他已經是有了鬼輸 吸血鬼對吸血鬼有一定限制 想了想威武還是先溜 吸血鬼高地不好上啊 兩分半鐘大龍刷新 燈破先排一輪 那感覺下一波這個大龍 威武也不好逼啊 因為他其實在邊線已經掌握不了什麼太大的優勢了 而且主要是 主要問題是什麼 他下坡主動動龍 吸血鬼的發揮空間又會比較大 吸血鬼下坡時候閃現 還是那個問題就是需要讓皇子框住吸血鬼 輪子媽才有輸出環境 否則的話吸血鬼會強行貼輪子媽的臉 LNG其實證教也很清楚 現在可以說唯一的輸出就是這個輪子媽了 然後大家都是給他打打下手 尊負其實也想好了 他的作用就是進去 然後把大招蓋出來 然後再EQ走 有EQ交EQ 沒EQ交閃現 沒閃現死 對 反正自己石像鬼石板甲不怕揍 對 但是LNG輸出很高 就是開石像鬼石板甲能扛 但是不一定不會死 視野在排一輪還有一分多鐘 這個大龍就刷新 下波就是究極生死戰 如果威武下波沒有直接拿掉的話 可能要和對面 可能要和LNG換一個 可能要和LNG換遠古龍 大龍是早刷新 一分二十秒鐘左右 閃閃是已經出到了一個 完全成裝 但是他這個裝備 我覺得可以稍微換一下 他可以換一件 換一件去做法穿棒 因為現在對面的魔抗還挺高的 對 魔抗也都起來了 尤其是野狐亮 雖然小東北也沒有魔抗 但其他人的魔抗都還是有的 Windy他的魔抗還是挺高的 他還有一個女妖 打野的話有山鬼石板甲和鳥盾 就是雙抗 然後AD是有一個隱魔刀 就看吸血鬼團戰怎麼發揮了 塞拉斯透了個吸血鬼大招 真假吸血鬼都有大招 好 華拉波先吸收下火力 旁邊有一個假皇子 真妮口 再給一個 給一個幽靈 先把要NG的人給逼退 勾沒有勾到 阿修羅如果再吃勾的話 待會兒他交易技能 皇子就直接EQ閃 EQ閃大 是 還想先消耗一下 他旁邊有個吸血鬼啊 一直在側翼給蘭松很大的壓力 這個吸血鬼一直在側翼 導致皇子這個天鋒地裂就很 很糾結 我到底是給正面的人多的地方 我還是單框你一個吸血鬼 威武其實得想一點 他要把後半區的 就後面的視野給稍微做 對 塞拉斯想強行去開皇子 坐到了吸血鬼 吸血鬼這招被剁住 上一個紅豆磕 鱷子馬這招輸出環境非常不錯 應該要先行打一個牛刀 被牛頭一壓 W盯走 在屏幕左側交出這斜 要去斬吸血鬼 吸血鬼被秒了 對EZ翻手掛個大招 可有技能看到鱷子馬 旁邊輸出壓規律 EZ挑戰壓技的位置 這邊黃子碰上 帶著黃子剛不小心在後面的傷害 這邊塞拉斯和EZ 互換兩位置 一技能拉倒 但是沒有辦法 雙方塞拉斯 EZ還是實現互換 來自方 僅剩Y4 Y4這邊還活著 他先清兵 這邊好像雙方都是打不了大龍的 這波技能打得很多 但是下一波Y4沒有閃現 吸血鬼有一波很好的進場機會 還好在最後一波 Wendy他是換掉了這邊的EZ 如果這波阿修羅還活著 那大龍就沒了 這波Wendy塞拉斯真的立功 如果他換不掉EZ就完蛋 還好那一波十星兔子 他的一個W今天回了一口 如果那一波沒有回一口的話 他是完全換不掉的 這場打得非常激烈 關乎著兩隊 關乎著四支隊伍 甚至五支隊伍 那五個隊的粉絲 全部在看這場比賽 對 全部心系這場 這波是塞拉斯一開始強行去看 黃子這波放得真好 把吸血鬼框在當中 讓吸血鬼一開始摸不到這個輪子吧 然後Plex這邊也是不停的給盾 沒有讓阿修羅受到太多的一個傷害 但是後面 還好是因為Y4的傷害高 這邊打成一跟二換 如果這個阿修羅實在太敢打了 對 阿修羅真是敢打 而這波Y4 因為自己的隊友兩個在右邊 自己在左邊 自己已經那個口子進不來了 奧拉夫給了很大的 這個地形上的壓力 這邊遠古龍和大龍一起刷新 雙方決定互換 這波LNG是準備要去動這個大龍的 LNG拿大龍 威武拿遠古龍 其實威武是賺的 威武他拿了四條小龍 好像威武想要更多 這三個人想來去騷擾 但是騷擾的話 那必定註定你是分兵的狀態 人員是以寡擊中的 看到啊 先拿大龍 遠古龍是做了一個交換 但是 這只是威武的一個投資 因為他畢竟還是要知道一點 遠古龍的時間沒有那麼 遠古龍時間是沒有大龍UP長的 對 這邊如果讓LNG不回程可以投降 只有一顆沒牙 只有一顆沒牙 難道會再次重現嗎 這邊直接過去 再拖回家的路徑 看看要去打一個門牙塔了 門牙塔已經一聲倒地了 威武開推 威武一聲投掉 一下 兩下 還在走 最後 最後 將其推倒 威武贏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那這樣的話 LNG是站在了懸崖的邊上 他失去了主動權 而在另一邊 達瑞和京東 反而是手握了一個主動權 扶此奠近 你怎能不愛啊 誰能想像最後是這樣的結局 這一波 真的是那三個人啊 就已經想好了 尚野府已經想好了 這一波只要我把你拖住 正面去偷家 我是一個穩贏版 你大龍吧 雖然回程快 但是我不讓你回程 阿布莉也是手握了主動權 他只要後面全勝 然後這邊再讓 他後面全勝 然後LNG再輸一場的話 自己就手握一個主動權了 幾乎是一個穩計 這個輪子嗎 一共打了四萬 那一波團一萬二 對 那一波團戰真的是 雪拼啊 雪戰到底 雪戰到底 真的是 我們也是恭喜威武獲得比賽勝利 我們倆主要也是昏頭了 對 主要也有點昏了 這場比賽打得比較久 LNG中間有很多的機會 可以翻過來的 但是也是黃姿打得好 說實在這把奔破式打得真好 他對雪鬼的一個限制 每次雪鬼在這個框中 沒法交技能 那沒辦法 你無法威脅到一個西威爾 西威爾是一個無壓力輸出 對 保證了西威爾可以瘋狂地輸出 而最後最後 其實對於紅色方 LNG來說 最有希望的一波 這個雪雪鬼有閃現的那波團 他們沒能成功打起來 雙方進行了遠古龍 和大龍的這個資源交換 當時我們覺得 西雪鬼當時領先 所有人一個閃現 我們覺得那是西雪鬼 切西威爾的最佳時機 但是這波團沒打起來 從交換大龍資源開始 到最後基地推平 雙方真正的碰撞 沒有 西雪鬼這個唯一的 最大的這個閃現優勢 但是沒打出來 蕩然無存 而且剛才最後那一波的時候 雖然在回城 但是看到人上來的那一瞬間 LNG做的決策是直接打 因為他當時覺得 對面只是要和自己打而已 對面可能人趕過來 有一個遠古龍buff 對 但是其實對面是去偷家了 所以導致 當時如果有人TP直接走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 可以走掉回去守現的 對 可惜就是人員站得太過密集 被皇子一個人 就騷擾住了全部 那這邊也是提醒各位觀眾 酷炫神雙第七線 戰馬能量不條件 歡迎大家來到京東商城搜索 戰馬能量型微車送贏了 看看他要不要的 同款能量升器 用滿滿的能量 Carrie全場這場 打的也是非常的 真的是值得滿滿的能量 對 因為我們能量快被消耗光了 那這邊的話 這場比賽結束之後 也是讓京東和W送了一口氣 對 LNG有機會 但是他要贏蘇寧 他一定得贏蘇寧 自己的機會才比較大一點 是 會不會就是他如果是2比0 第一個 他2比0危機 然後2比1要贏蘇寧 自己才能夠在小分上面 W贏 因為這場他雖然是輸了 但他還有一個小分 對 當然了這個也是建立在 如果W和京東也都全勝 全勝的情況下 對 如果W和京東那邊也出錯 也沒有拿下全勝 那其實LNG也還是還有很大機會 YFO這波打了12000 這是起碼是我看過 一波團隊裡面輸出最高的 也是我 因為主要是一般來說 對面沒有那麼多局 給你打呀 嗯 有道理 如果說你一個人打12000 隊友全都不做事 那也太奇怪了 嗯 這波是塔下的1v2 甚至到後面的2v3 如果說YFO這波不先A塔 他直接先A人 自己說不定還死不掉 嗯 一下暴擊又一下暴擊 是暴在了LNG的心坎上 哇 這瓶套哥從五位共聯盟 梅瑞德斯分池 是給到了YFO YFO這一場 168%的傷害轉換率 37%的障礙戰比 13-3-9 說實在那死的幾次 真是沒辦法 噓鬼對秀爾 這個英雄的威脅實在太大了 現實太大了 對 這也是YFO這個夏天 展獲了第二次MVP了 對位經濟差4200 第二次拿到MVP 那這場 也是讓威武拿到自己第五勝吧 四加軍 UPUP 只不過就不知道威武是 到底是這個勝如其對名 就保持一個五勝 還是說會把這個勝利的腳步 繼續走下去 嗯 其實威武他後面還有 就是如果他真的要進球賽 他後面還要贏W 對 因為他後面還要打W 就是一個正面對決了 這其實也還蠻好看的 是 但今天威武贏下之後 也是非常長士氣 希望他們來到後面的比賽中 發布得越來越好 而在另一邊LNG 這場輸掉之後 也不要氣雷 其實他還有機會 自己掌握著命運 對 兩場全贏嘛 就自己發揮好 一場2比0 一場2比1 他的分還就 他如果一場2比0 一場2比1 W還是沒機會 是 所以現在最好的情況就是 他一場2比0 一場2比1 或者兩場2比0 直接還可以進 反正就拿兩個大分 最後8-7是穩進 對 那在另一邊來說 就是W和京東這裡 京東 幫都已經幫到這裡了 就已經 真的是送伯送到戲了 我幫都幫到這裡了 而且我自己有可能還要進 就看W和這邊京東 自己一個發揮了 而且我算了一下 其實IG也不會 因為IG 他現在大分是要比這邊的 就是這幾支隊伍領先 但是他小分其實差不多 小分是比較落後 對 IG主要是 他之前的小分輸得比較多 導致他現在雖然說大部分 他現在是個正的戰績 但是小分是0 對 小分是0 就是說他輸的時候 0比2輸得比較多 然後贏的時候 2比1贏得比較多 他打滿率 83.3% 在昨天之前 現在是聯盟第一 對 這邊IG也是把 之前沒有加過的班 全部加完了 就是瘋狂加班 而且不給加班費那種 現在還是 他現在雖然 進氣候賽 我覺得可能還算是不錯 但是他可能要從第一輪 開始打起 而且是第一輪的第一順位打起 就是想搶到一個好的名次 對於IG來說 現在已經是比較艱難了 而在另一邊 確實 而EDG來說的話 EDG的晉級方式很簡單 他大分比較多 他小分比較多 當然是贏一場2比0就行了是吧 不是2比0 然後2比0的情況下 如果說京東不全勝 輸一個小場 那他就也可以直接緊接 也是穩的 對 所以也得看後面隊伍 各自的一個發揮 那現在采訪已經準備就行了 把鏡頭交給欣陽 好的 歡迎來到賽後採訪環節 首先讓我們恭喜V5拿下 今天比賽的勝利 我是主持人欣陽 現在就讓我們和Happy 一起進入Happy歡樂時光 那麼今天我們邀請到的是 V5的鐘丹莫爾 你好 來給現場我們的召喚師打個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V5鐘丹莫爾 歡迎 歡迎 好 那今天其實我發現 V5給我們帶來了一個 非常不一樣的狀態 今天雖然說是來到了重慶客場 但是是不懼火熱啊 勢如破竹的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現在感覺怎麼樣 現在感覺挺好的 因為我們是預計要贏LNG的 預計要贏LNG 就是說還是非常自信的是嗎 是的 那其實在開始之前 我有聽到我們在後台的時候 和V5的整個隊員的狀況都非常好 你覺得今天狀態非常好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贏了的話有 有福利 差不多吧 贏了有福利 原來是隊內贏了有福利 其實今天第一局 我們是看到了一個非常有震懾作用的一個左一 你當時就是因為第一局開局的時候 拿下四個人頭之後 後面的發育就可以說非常非常強 那在這裡我要問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就是如果用一個體重 一個數字來形容今天左一的肥的程度 你覺得今天的左一應該是多少斤 左一是249斤 不是 我想問一下249斤 這個精確的數字是怎麼來的 就249 心裡就想的是249斤是吧 是的 那既然你都說到了今天左一這麼肥 249斤 那你覺得誰可以跟249斤的左一可以進行媲美 必然是 WIFO的輪子馬 哎呦天啊 這口音 WIFO的輪子馬太地道了 WIFO的輪子馬 看來就是它在你今天心中的印象是發揮得非常不錯的 是不是 是的 那其實回到第二局我們看到第二局其實不太順利整體 在中期的幾波團戰之後都沒有拿到團戰的勝利 然後逐漸失手 你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出在哪裡 因為我們那個陣容中期 不是不是不是 是中期有點難打 所以中期就失誤了幾波 然後導致我們遊戲輸了 中期比較難打失誤了幾波 那確實我也看到中期在你們第一下準備拿大龍的時候 確實也非常急迫 當時沒有一個特別好的一個戰術決策 那其實第三局決勝局返回來 我們又看到一個狀態非常好的WIFO 跟LNG打得有來有回可以是說 但是最後特別雞賊 兩次偷家 可以說是給最後的勝利 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絕對的點在上面 那你覺得如果最後一局 你要定一個工程下來 你覺得最大的工程屬於誰 最大的應該是WIFO 反正除了我打的都挺好 就這麼謙虛 除了自己打的都挺好 今天是給WIFO一個非常 一個非常高的一個地位在 是覺得今天他發揮得非常不錯是嗎 是打的也挺好 打的也挺好 那其實最後我們發現今天結束之後 今天是讓一追二嘛 結束之後最後是剩下兩場比賽 只剩下兩場比賽了 那你覺得你們隊伍 現在所有的隊員 應該以什麼樣的心情去迎接 後面的兩場比賽 就比較輕鬆嘛 因為進不了季游賽了 就怎麼開心怎麼打 這太真實 還是想要隊友以輕鬆的態度 不過還是認真的去對待後面的兩場比賽 好那最後一個是來自哈皮潮灣社區的水友提問 問到我們的七七姐馬上就要到了 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話 在那一天你是先選擇女友還是先選擇打牌位 肯定是女友 牌位隨時都能打 這個看來給我們展現了一個非常體貼的一個莫爾的形象 看來就是說有女友先把女友放在第一位是不是 你這遲疑了一下剛剛那句話是真是假 差不多我也不是 你看現場這麼多人在看著你 是不是我們鏡頭也對著你 是不是在此要給自己樹一個非常偉大的一個形象 打牌位吧 這個 我突然有點後悔說最後一句話 我問出了什麼 哎不行 那這樣七七姐馬上就要到了吧 你這樣說有點扎心啊 但是我還是希望你給我們現場的一些情侶們 說一些祝福的話語吧 七七節快樂 好七七節快樂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莫爾在七七節那一天 可以由隊友陪伴你過一個快快樂樂的一天 好再次感謝我們的小東北 也恭喜今天V5能夠拿下比賽的勝利 讓我們關注ALPL關注 哈皮潮灣社區 唱飲哈瓶啤酒跨界搞事一起哈皮 酷炫神裝第七件戰馬能量不掉線 那麼接下來就進入到由戰馬戰術的粉絲握手會環節 今天的幸運粉絲分別是 四排二十二座 五排三十座 六排二十八座 七排八座 和九排十座 那麼接下來就有請到其他四位選手 共同來到我們的舞台上方 有請 五排四十二座 六排三十八 三十三 五排三十七 五排四十八 五排四十六排 八百六排 三十三 OK 十六排